就這樣說情話,Fall in love with you Hello 大家好,歡迎回到我的頻道 今天呢是2021年的9月11號 我一定要講一下今天的日期 然後現在是下午3點18分 我等一下4點到5點的這一個小時期間可以去打疫苗 沒錯,我終於要去打第一劑疫苗了 Woohoo 那我這支vlog呢,我就想要記錄一下我今天去打疫苗 然後可能看一下我後續有沒有什麼情況出現這樣 因為我知道應該還有很多人沒有打到 然後至少我其實是有一點點忐忑跟小緊張的 我就想說對,就是順便記錄一下 畢竟我等待這個疫苗很久了,我知道大家都是 我登記應該是7月初,我也忘記什麼時候 反正就是刻意登記我就登記了 對,然後我那時候是勾AZ跟莫德納 到8月...8月底嗎? 反正可以打BNT的時候 我又上網修改了就是 多加一個BNT的選項 那我是在9月3號上個禮拜5 我朋友跟我說他們可以預約打疫苗了 我才發現我也有收到一個簡訊 我就趕快上網登記一看 我家附近有沒有地方可以打 結果完全沒有 就是額滿 然後我就在那邊滑手機 然後我就一直刷新那個頁面 台北市新北市我都有點進去看哪有空位這樣子 我刷了40分鐘我才搶到一個位子 我就沒有特別選什麼日期跟時間 我就是什麼時候有 不管他什麼時候我就去打 對,就是這樣子 好的,那好我現在要來剪一下影片 然後等一下就要去1秒6 就在我家附近 然後我爸媽都陪我去 其實我有點害怕 這樣子 因為聽說就是 我也不知道怎麼說 我27號 然後現在22號 23號了吧 對 那一點點緊張一點 手臂放輕鬆就好了 我來收東西 好 打這個地方不要柔 然後你再攪拌5分鐘後可以吃掉 沒有輸出石頭放你4分鐘 旁邊做個廚房 可以 好 然後這個可以列 好,謝謝 我這個很像家暴婦 我被家暴婦 你走 我打完嘍 我打完嘍 然後我現在這隻手 左手 很 酸 軟 為什麼我覺得我打完之後很興奮 哈哈 哈嘍 我回到家了 然後現在是晚上的7點28分 距離我打完疫苗是3個小時左右吧 對 然後我先跟你們分享一下 我的那個還沒死掉 因為我覺得這個膠帶撕起來有點痛 想說洗澡的時候在一起撕 對 就是打下去 我是就是一直有感覺我的左手手臂 就很痠 很軟那種感覺 就很像手翹到麻巾的那種感覺 然後這個感覺是會一直持續的 但是我現在過了3個小時左右 感覺沒有那麼大了 對 然後 人的話沒有太大的感覺 就是 想睡覺 但我不確定是打疫苗的關係還是我 就是累了 我就之後再更新我的情況給你們 喔對了 醫生說打完疫苗就可以壓著久一點 但是不要揉它 就壓久一點可以讓那個藥不要 不要浮到 就是 太上面 你怎麼講的 我忘記他講什麼 對然後 這樣子就 比較不會手臂之後不會腫起來 對 嗯 好 記得要多喝水 Hello 現在是12點左右 然後 我已經洗完澡才會沖上 嗯 嗯 目前 頭非常痛 很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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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後 有一點 覺得冷 可是有 身上流流的 手腳是冰的 嗯 對 所以我沒有開始 嗯 就真的頭非常痛 很痛很痛 好想說我先睡覺 我量體溫是37度 Saba 對 嗯 比本來高一些些 但是 還沒有到發燒的 溫度 所以我還沒有吃任何的 藥什麼的 對 我要先睡了 拜拜 是1點24 中 然後 昨天 半夜 三點多 新的 三小 38.5度 然後 全身很痛 然後 很累 很不舒服 然後吃了一顆退消 要貼我 退了貼 一直到 5點 才又睡著 對 剛開始 醒來的時候是 很 意識 是清楚 但是 想要講話的話 會 有點不知道自己在講什麼 對 就不太清醒 我吃了退消 然後要過了 只要半個小時 一個小時 才比較好 現在應該是 打完這19個小時吧 要繼續睡覺 現在是 9月12號 下午3點 對 3點 然後我剛剛量了體溫是 38.9度 然後我吃了 一顆退燒子痛油 因為我全身太痛了 就是全身很痛 我頭沒那麼痛 怎麼躺也不舒服 然後 現在好一點 因為吃了藥 然後我也睡不著了 所以就出來客廳看電視 我已經生意足了 我有點紅皮 你幫手揮腳 你不可以把副手工打死 很多小時後 現在是 9月13號 凌晨一點 多半 然後現在是 37.9度 我不知道這樣算不算有燒 但就是 吃完 退燒藥之後 我下午都是 保持就是 37.9 然後38.3左右 現在手臂很痛 其他 好很多了 然後我要繼續睡覺了 哈囉大家 現在已經是9月14號了 其實我昨天 9月13號 起床之後 就已經 沒有什麼 反應了 對 就差不多就已經 灰血成功 對然後 嗯 但就是全身還是很無力 所以我昨天還是一樣 是在家休息 然後就是躺在沙發上看個電視 然後休息這樣 因為全身很痠痛 然後到今天為止就是完全 就是 應該是恢復到百分之 98 對 唯一不舒服的只有 打針的這隻手臂 很痛 非常痛 就是我現在抬 抬到這裡就 開始有點痛 對 然後 摸起來是有一點點硬硬的 種起來的感覺 但我覺得不影響日常 就至少我人不要不舒服 不要頭痛就 還好不要發燒 對 嗯 反正就是 這支Vlog也就差不多到這裡結束了 就是 記得 如果 還沒有打疫苗 就是這應該是forAZ啦 對 就是 如果只好打疫苗 打AZ疫苗 然後還沒有打的朋友 記得要準備 退燒止痛 就是要 這兩個功效都有的 至少我是啦 我第一顆吃的那個 只有退燒 是我爸給我的 雖然退燒但全身很痛 非常痛 我痛到哭的那種 然後後來第二顆 退燒止痛藥 我是吃普拿藤 然後才 就是舒服很多很多很多 對 就是全身真的很痛 就是算退燒了還是很痛 對 然後 買退熱貼 多喝維他命C 泡藤片 這樣子 然後我就喝了兩天吧 等我退燒 我就沒有再喝了 然後 其他就是 多喝水 多睡覺 然後你不舒服你就吃藥睡覺就對了 嗯 打完這個疫苗真的是蠻痛苦的 嗯 好那我們今天的vlog就到這裡結束啦 我們下支影片再見 拜拜 Fall in love with you 就這樣說情話 Fall in love with you Fall in love with you TOM